上一次2018年的公投 國民黨只有推三個 其他七個都是民間團體推的 結果十個通通過 結果十個通通過 我想民進黨操作過度 現在其實民間已經有一個聲音 就討厭民進黨 是成為社會的主流 事實上來講的話 很多政策 老百姓是很感冒的 像陳時中 跟我在對談的時候 我質詢他的時候 他會講說高端打了兩劑 再加兩劑的莫德納或是BNT 出事情他不負責 這樣管理他什麼什麼都不負責 他一樣的 他講說進口萊豬 你可以不要吃 你吃到的他也不負責 你吃到的有問題他也不負責 這個核四的重啟 我們都知道現在世界的主流是 減煤減碳 而不是減核 所以如果不用核電 那你繼續用廢發電 用生命發電 那你得到肺癌 他也不負責啊 所以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啊 老百姓會慢慢的 而且事實上 經過我們很多的公職人員 大概不斷的去先將 老百姓也都知道 民進黨一向是不負責的政黨 而且雙標的政黨 而且說謊的政黨 恐嚇人民的政黨 這個我那天要問忘了問啊 蘇貞昌應該拿出來說 美國會生氣的證據啊 他嘴巴隨便講 說美國會生氣 中國大陸 進了美豬 是台灣進美豬的四百多倍啊 他怎麼不跟說跟中國大陸說 他會生氣 不給他進來豬 中國大陸也進來豬喔 我講的禁是 一個是禁止的禁 一個是進口的禁 所以 像這個就恐嚇人民啊 說如果 反萊豬的話 這個 他就沒有辦法加入CPTPP 誰講的啊 這完全是恐嚇老百姓吧 把老百姓當三歲小孩子 所以 我並不認為他們用核四 當作破口操作 會有什麼太大的勝率 再回顧二千零十八年 他們也操作得很兇啊 他們也操作得很厲害 聲勢造得很大 結果他們都輸啊 所以我覺得 再看吧 看人民的智慧 看人民的民意的展現 高端的整個決策是錯誤的 全世界用免疫僑接給EUA的 只有高端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 全世界只有台灣這個地方 其他沒有 號稱 高端的軟生兄弟 Novavax 最近EUA通過了 他做了三期試驗 做了三萬人的試驗 高端沒有啊 只有三千多人 二期的試驗 他就用免疫僑接 把他接過去了 全世界沒有人 到現在為止 免疫僑接也不被 要WHO所同意說 可以取代三期的試驗 推免疫僑接最用力的人 叫做陳建仁 前副總統 蔡英文對她 是完全聽從她的一些意見 她現在人跑到歐洲去 回來又隔離14天 整個來講 這段時間她就不見了 她應該要出來講話 到底她力推的免疫僑接 國際都不承認了 全世界承認高端的只有四個國家 只有四個國家 所以清清楚楚的 我們看得到這個高端是 到現在為止 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 一個疫苗政策 那我們絕對鼓勵 我們贊成幫助 我們的國產 能夠來發展國產的疫苗 可是不是用搞法 要跟國際接軌 像我們現在 不是那個F16成軍嗎 好高興喔 提升戰力啊 請問我們有沒有再發展 IDF 有啊 這兩個不衝突嘛 你要趕快讓 那時候 五月份爆發的時候 你看陳時中 硬是不讓 國際疫苗進來啊 他就是要保護高端啊 護航高端啊 結果到現在來講的話 偷偷偷啊 所以 我公開呼籲監察院要 出來調查這件事情 到底她中間的採過過程 堵持的情況怎麼樣 好痛喔 好痛喔 請我們看那個 我們看那個 好痛喔 要怎麼看那個